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搭乘张曼娟的幸福号列车 列车长张曼娟和您一同分享幸福的时刻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以往的秋天是比较干燥比较晴朗的 不像今年的秋天好多好多的雨 阳光只是偶然的露露脸而已 不过在这个偶然的时刻又会让你觉得 哇晴朗的时候真是格外的珍贵啊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的是张清芳所演唱的《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鱼 偶尔投影在你的魄心 你不必压抑 却无需唤醒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在这角会是互方的光亮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月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形 你不必压抑无需唤醒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我想那对很多父母亲来说 孩子到学校之后最担心的事情 恐怕就是怕自己的孩子 会遇到霸凌的事件吧 尤其是曾经有过被霸凌经验的父母 只要发现自己的孩子特别受到注意 或者是有人开开孩子的玩笑 可能父母亲就跳起来说 现在我的孩子被霸凌了吗 可是也确实了 现在比较失控的小孩 好像也比以前要多了 那每当我们看到 类似的新闻事件出来的时候呢 那父母就在想 如果真的我的孩子碰到被欺负了 被霸凌了 我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怎么样教导他好好的保护自己啊 小儿科黄丛林医师呢 就提出了面对霸凌的五字诀 这五字诀挺好的 叫做冷 眼 转 告 逃 好 这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你的孩子 在学校里面被其他的孩子欺负 可以告诉他 第一个就是冷 冷是什么意思 就是摆出一个冷酷的脸 因为霸凌者最大的乐趣 就是看到被他欺负的人 很害怕 很难过 或者很生气 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呢就要教导孩子 可以不为所动 冷眼带之 那面无表情 或者甚至于很冷酷的脸 那霸凌者就会觉得 他到底在想什么 我搞不懂 算了就不跟他玩了 就不再继续这种霸凌的行为 会觉得很无趣嘛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耶 这可以面对很多事情 比方说我昨天晚上 在陈品 有一场那个读书会 带的就是 一群非常辛苦的照顾者 那个是照顾者总会所办的 一场读书会 那里头就会有一些 照顾者很辛苦的 就问说 不管自己在做什么 好像都会很容易受到 邻居啊 亲朋好友的关切 说你妈妈最近怎么怎么不怎么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才会对他好一点 之类 那碰到这种事情 就会觉得很痛苦 不知道如何是好 然后我就跟他说 碰到这种事情呢 你就千万不要被激怒 当然更不要感到愧疚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照顾者了 你已经是付出最多的人了 所以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回应呢 你就面无表情的看着他说 谢谢你的关心 我会做好我该做的事 你也应该多留点时间 关心自己的家人 然后就转身走开 不要有任何生气的表情 面无表情 说完以上这段警语 就可以转身走开了 大家都觉得好高兴 有些人说把他抄起来 好 第二就是眼神要很坚定 你要看着欺负你的人 然后用一种坚定 而沉稳的方式告诉他说 我不喜欢人家打我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危险 根据我对一些那个 会霸凌别人的小孩的认识 他可能就会 我就打你你要怎样 所以这个我就有点怀疑 不过眼神很坚定 这个绝对比逃避对方要好 再来就是幽默转移 如果孩子反复被嘲笑同一件事情 可以在家里面想一些 幽默的转移的对策 比方对霸凌者说 怎么每天都讲同一件事 很无聊 要不然我帮你想新的梗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再来就是告诉大人 一定要让孩子知道 他是有大人可以投诉的 比方说父母亲 家人 或者是老师 而这些大人呢 在听过了他的投诉之后 千万呢不要用一种逃避的态度 或者是用一种莫名其妙的转移 比方说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不欺负别人 就单单欺负你啊 是不是你什么地方没有做好啦 你是不是要先检讨自己啦 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 常会碰到这种事情 都要先检讨自己 好像都是自己的错 可是现在当然 我觉得家长是不会了 所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很坚定 支持他们的对象 最后一点 实在不行的时候 就逃之遥遥 遇到危险的时候 赶快逃离现场 因为你知道了嘛 就是他们也许一群人 你就有一个人 那这时候一定是寡不敌众的 所以呢 千万不要逞强 好 那也不要以为 真的会有什么 突然天上就跳下来 一个人来帮助你 这都是不可能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 逃之遥遥 走为上策 不要跟这些人 发生正面的冲突 那么万一你自己的孩子 就是一个小霸王 他其实就是会去 霸凌别人的 怎么办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就回家 把他好好修理一顿 他是不是皮松了 打一打就紧了之类 这种以暴制暴 完全是火上加油 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孩子 他会在学校里面 欺负别的孩子 其实是因为 他自己的内心 有一个匮乏 有一个空洞 很多时候是因为 他自己找不到 自己在家庭 或者在家人的眼中 到底是什么样的位置 又或者是他长期以来 都是被比较暴力的方式 在对待的 所以他会认为 要建立自己的权威 要树立自己的形象 最好的方式 就是对别人暴力相向 所以如果再继续打的话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修补安全的依附感 但是很可惜 在很多家庭中 已经长期缺乏这一环了 比方说在我们小学堂里面 就曾经有过一个 个子特别高大的男生 讲话声音也很大 然后以前他上课的时候 就很喜欢在台下 讲一些有的没的 或者是因为他个子大嘛 所以有时候比方同学要过来 他就把他 他其实不用推同学 他只要一抬头一挺胸 就把别人给顶走了 那非方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注意到 然后我们就有试着问 他在家里的状况是怎么样 后来就发觉 其实因为他个头大 爸爸妈妈常常怕他出去闯祸 所以只要是他做了什么 让大人不开心的事情 他爸就会打他 痛咒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样久了之后 他其实比较没有办法 学会跟别人如何和平相处 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 对他用柔性的情感的方式 那老师们每次看到他呢 就是叫他一声 大哥你来啦这样 然后他就很开心 觉得自己被叫大哥 然后有时候他 有些什么事情 我们需要他帮忙 我们就会叫他来帮忙 大哥快来快来 你看你人高马大 来帮老师一下 帮同学一下 所以他后来不但 完全没有想要去欺负班上的同学 而且呢他在小学堂 他每次来小学堂 他讲话就是轻声细语 上课的时候呢 再也不会讲一些有的没的 而且对于老师给他的要求 虽然小朋友都爱玩 但只要老师呢 跟他说应该做什么什么事 他就说好了好了 我马上不要马上现在 哦好了就去做了 而且更感人的是我常常看到他在跟同学玩的时候 因为男生这个年纪你知道 就小学五六年纪 最喜欢的是就是纠结在一起 然后你压着我 我压着你在那个沙发上面压来压去 可是我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我看到当别的孩子来找他玩的时候 虽然他也是一样把手就缓住人家的脖子 可是我也很清楚看到他非常小心 很小心的控制自己的力道 你可以感觉到其他的小朋友是 尽了全力在压他 可是他只是摆出一个样子来跟人家玩 他完全没有用力气 因为他很怕他自己会伤到别人 那像这些很细微的改变 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其实孩子真的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现在要听到这首歌是 陈宁儿所演唱的Ride 陈宁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哈列车 为您邀请到的是自由时报副刊主编诗人 小说家幸福哈列车的选书顾问孙子平 哈喽子平好 曼全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这样子一个英语的天气里面 你要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主题呢 今天想要介绍的主题叫做房间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房间 对不对 对 老师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间 是什么时候吗 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间 应该是在念国中时期 很早对不对 很早 就已经有自己的房间了对不对 对 所以我算蛮幸运的 那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间呢 我觉得我好像生 比你更早 我好像是生上 生下来就有是吗 没有不是生下来 生上国小高年级的时候 大概五六年级的时候 但是我很拥有自己的房间之后 我很快就失去了自己的房间 为何 因为我就去念了一个技术学校 跟很多人一起住 然后大学也是 当兵也是 所以我就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拥有自己的房间 那你再度拥有自己的房间 是到什么时候呢 应该是到我念 退伍之后了 哇 这么久哦 对 退伍之后 然后开始工作之 退伍之后 拥有自己的房间 大概隔了十多年这样 那你觉得自己的房间 对你而言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 就是我们今天谈房间这个主题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原因 在我的想象里面 我觉得房间可能是一个家的最小单位 那这个家它不一定是一个家庭 可能如果一个人他不是流浪汉 他不是参风露宿 他有一个可以遮蔽他的空间的话 那房间是最小单位 可是房间也可以扩大 它可以变成是同时容纳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都住在一个房间里 也是可能 没错 但当一个人他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我觉得他其实也拥有了一个 类似于成长的证明 那个东西代表他可以有一个空间是可以收纳自己 他拥有不对别人打开的部分 但很有趣的事情是 人会在成长过程当中或许拥有自己的房间 但如果他走进婚姻 他又要跟另外一个人 别人一起分享 对 分享一个自己的房间 所以我觉得房间这个概念是很有趣的 那今天介绍三个书也都跟房间有关 那我觉得其实也就是展现三种不同的关系 嗯哼 OK好 我们现在赶快来进入第一本书 这本书是斗点文创结社所出版的 由谢凯特所写 叫做《我的蚁人父亲》 蚁人不是一部电影吗 对 他就跟这个电影是有一点关系 蚁是那个蚂蚁的蚁啊 他是我的蚁人父亲 那谢凯特他很特别 他是七年级的写作者 嗯 那他是一个男生 虽然他名字很中性啊 叫谢凯特 这是他的笔名 那这是他的第一本书 嗯 他是一本散文集 一本以儿子的观点 看这个家庭所写的散文集 那为什么他特别呢 因为他是一个出柜的男孩子 出柜的男童子 出柜的男童子 对 然后家里面也都接受了这个状况 嗯 那所以他是一个 已经跳过了跟家庭对抗 或者是跟家庭有磨合 嗯 的过程 而来到了他作为一个出柜者 他怎么跟家里面互动 嗯 并且他怎么看待家人 嗯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书写 应该是在台湾还没有过的 嗯 你所谓的那个台湾还没有过的是哪一个部分没有过 就是比如说在过去 嗯 我们所会呃看到的呃就是说一个小孩子他出柜 然后他跟家里面呃的互动 多半都是一个呃争执摩擦痛苦 他记录下来的多半是这个部分 嗯 但是其实在我的蚁人父亲这个书里面 他已经跳过了那一个挣扎痛苦摩擦的部分 嗯 他其实再度降落到日常里面 那去写这个小孩他跟家人怎么相处 那其实整个书呃被铺展出来的也就是他的家人们 嗯 他有一个呃在做板模工程的父亲 是 做了三十年的板模工人 嗯 他有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妈妈 他有一个住他隔壁房间的哥哥 对 后来也呃独立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他有一个住在他们家西边房间的阿嬷 嗯 他还有一个呃 没有跟他们家其实没有血缘关系的大伯 而且常常是尿湿尽的大伯 对 晚年的时候其实又被啊 他爸爸接回家里面来住 那所以其实书里面就为这一些 这个家庭里面的成员们 嗯 好像为他们画像一样 去写这个我 第一人称的我 就谢凯特他眼中看到的这一些成员 他们的 嗯 不管是他们的故事啊 他在他们眼中的表情等等 那我觉得就是说 呃房间有时候会被打开就像衣柜一样 嗯 在一个家庭里面 其实就是那个人和人关系最紧密 你最无法抗拒 不能够说 不能告诉你的妈妈说 你不要走进我的房间 嗯 因为妈妈就说 啊你是我生的 啊对啊 对 为什么我不能走进你的房间 嗯 没错 所以在那个被迫打开的过程当中 其实那个关系就会产生一些改变 就算你拥有自己的房间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书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考 他说 嗯 就是我们会觉得小孩子像爸妈出柜是不容易的吗 嗯 他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啊 当你像爸妈出柜的时候 其实也是爸妈或你的家人走进柜子里面 他们成为了柜父母或柜家长 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对其他人说明 对 对 那我觉得这个书最珍贵的地方就展示了 呃像这样子 因为小孩出柜而必须走进柜中的父母亲 他们怎么去面对他们的小孩 嗯 以及他们怎么去面对他们的亲戚朋友 他们一样是有一个 呃 呃 复杂 不是复杂 就是呃 有其他学员的亲戚朋友们 嗯 那亲戚朋友们也会问说 这小孩到了呃 适婚年龄该结婚啦 什么的 那爸妈会有一套他们去面对这些事情的说法 所以我觉得这些呃 书写被记录下来是很有意思的 嗯 那呃 我觉得写散文有一个能力啊 就是说 嗯 有很多人他会觉得我把生活里面的琐事 那记录下来就是散文 嗯 那其实不是这样啊 散文他其实是一个集中的艺术 就是我们生活中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要讲哪些 嗯 然后我挑选哪些 让他留在我的作品里面 而成为一个向别人转述的事情 别人会感觉到 我想听 而且听完之后会被打动的 这是我觉得是散文可以做到的一个艺术 那我觉得谢凯特他是呃 很有这个说话的魅力的 嗯 他会知道他怎么去说这些事情 让听的人会呃 感到兴趣 并且能够理解 那呃 呃 在这个书里面刚有讲到他其实讲到很多 呃 这个 自己的房间被打开之后 然后你跟家人的各 各式各样的互动 那有好几篇我其实读的都很感动 就是会掉眼泪那种感动 那呃 我最推荐的是其中三篇 嗯 一篇就是跟书名同名的 我的蚁人父亲 对 那呃 我很喜欢这个 他去写父亲的方式 哦 他就说 呃 父亲是喜欢小东西的 父亲曾经是三十年的板模工人 父亲也曾好赌成性 但为了家庭收手 父亲退休了 父亲知道我的同志身份 父亲是沉默的 嗯 那接下来他就用了一些小小的事情 去写他跟父亲之间的互动 可能是他成长之中的一些小事 那 嗯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写到就是说 他已经成年之后 那其实父亲都知道他同志身份 他有时候会带一些小花小草回来 就一些香草植物就放在家里面的阳台上 那父亲就会把那一些香草植物发扬光大 嗯 会把他们啊 就换盆啊 或者是让他们延续在家里面的生命 那有时候就好像他们之间 其实互动是没有说话的 但是他会留下一些小资料给父亲 那父亲也都接受到这些东西 有一天妈妈就很很吃味的说 嗯 你跟你爸感情好像比较好 哎呦 妈妈都有在旁边看 虽然你们都没有怎么讲话 哦 对 那他下一句说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是父亲的女儿 嗯 那我就很感动就是 其实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之间的关系 不是只有一种表情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就很细微的写出了一种 很有趣的另类的父子的互动 那像另外一篇我也很喜欢的是写妈妈包饺子的 哦 我觉得这很厉害啊 就是其实在这么小的生活琐事当中 就已经写出了一个生活的温度 没错 比起母亲的总是有心忡忡 是啊 他更像是个若无及时的旁观者 可以拒尽的旁观者 遗憾 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 善儿天晓得这一位写什么 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 当土老人世纠葛 兑现成风霜周折 爸 我想你了 到林老 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 说真的 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 趁点点的命题 他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 像个终于灵眼的咒语 那些年只顾自己 虽然我的追求他无能 也无力参与 只记得我很着急 也许因为这样 没能听见他微弱的家训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李宗盛所演唱新写的旧歌 这是写爸爸跟自己之间的关系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幸福号列车的选书顾问孙子平 子平为我们订定的主题是房间第一本书介绍的是谢凯特所写的 我的蚁人父亲 然后刚才子平说要给我们特别推荐三篇嘛 已经讲了两篇了 对 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 在这一个谢凯特的书里面 他除了写父亲 因为书名叫我的蚁人父亲嘛 但他其实不是只有写父亲 他是写了他整个家庭 所以他还有另外一篇 我觉得也是非常感动 叫包饺子 其实就是写他跟母亲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妈妈其实在这个小孩子过中的时候 不小心就发现了这个小男孩的秘密 因为他把他对另外一个男生的好感都 或者是想象都写在他的笔记里面 就被妈妈发现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天下妈妈都有看偷翻书包的癖好 可能是因为小孩 这是他们的天职 是吗 因为要保护小孩 怕他交到坏朋友 结果一翻书包 果然交到坏朋友 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然后小孩一定会把秘密放在书包里面 对 所以就形成一种永恒的循环这样子 对 那可是这个妈妈 她大概后来跟谢凯特 他们之间的互动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就是妈妈其实常常都会跟谢凯特说 那你就是现在男朋友 怎么不带回来家里面吃饭 怎么只给我看他们的照片 怎么不就是让我认识认识什么的 所以妈妈跟她之间有一种很亲密的互动 那她想起妈妈的方式想到妈妈包了饺子 那妈妈就会说 那你回来 你可以向我点菜 我做给你吃 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看起来是非常生活的自然的书写 可是那里面有很深的感情 就在那个生活自然的书写里面 那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也写得很好 一篇叫《隔壁的男生》 他是写他的哥哥 哥哥大他四岁 但是兄弟的感情 我觉得也是在散文里面很难写的 那一个男同志的弟弟跟一个异性恋的哥哥 他们之间的感情互动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趣 大概也没有人写过这样的主题 可是在他这一篇散文里面 他那个拿捏也非常好 就是把一个 其实弟弟对哥哥就是有一种很奇妙的向往啊 崇拜啊 可是这个哥哥永远跑得比他快 在那个时间的前面 总是比他早一步上了国中 比他早一步上了高中 比他早一步上了大学 最后比他早一步离家 就是他对他之间其实是有一个想望 或者是希望兄弟之间可以更好好相处的 可是这个两个人之间是不是还是终究会因为性向这件事情造成一些分歧呢 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他写的很有意思的部分是 哥哥后来就长大了嘛 然后妈妈就说 哎你也这把年纪也该结婚成家了这样子 然后哥哥听了这个之后就可能也不是很开心 或者也许他那时候有感情上的困扰还是别的 结果他就打开弟弟房间的门 就问他说你是同志吗 然后弟弟就突然认住这样子 这是突如其来的问题 该如何对你回答呢 那他哥就看了他三秒钟就说 好没关系我单 就走了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哥的意思是说 妈妈叫他结婚 他现在还没有想要结婚 所以他就问弟弟说 那你现在到底是能不能结婚 要不要结婚 不要对不对 好没关系我来结婚 或者你不能结婚没问题 结婚就交给我吧 现在结婚是一个地狱吗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互动是存在着的 还蛮可爱的我觉得 所以就说 然后我觉得 这一切 刚刚我们讲到这些人物 在这个书的最后 他有个非常细腻的呈现 是他们拍了家族合照 那其实在他们家里面 一直有一张二十几年前的合照 可能在父母亲的一场争吵当中 被毁灭了 再也找不回那张家庭合照 可是因为写这个书 对 这个家庭 他们又重新聚合在一起 拍下了一张曾经被消失了的合照 所以在这个书的最后 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爸妈妈 他们真的出席了 对 这个拍照 对 而且他也有写他们当天拍照的一些细节的状况 如果你读你会觉得很有趣 就爸爸妈妈都有那种很可爱的部分 那他们编辑上很用心 他们就把老照片跟现在就放在一起 有一个时空的对比 所以就看起来觉得很温暖这样子 然后爸爸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帅 妈妈真的很美这样 很有意思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本 我的蚁人父亲 第二本呢 很有意思的 第二本的书名就非常清楚的 可以知道是符合今天的题目 叫房间 它是由一个叫做林卫云的作者 他所写的诗集 书的名字叫做自己和不是自己的房间 对 那我很喜欢的一个台湾的诗人叫林语 林就是那个01234567820 下雨的雨 林语 那有一次我在林语的诗集的后继 读到一段话 我觉得非常感动 他说 我只想读字一个房间 知道你在隔壁开着音响 我嘴里也哼着歌 知道你们在隔壁马路飙车打架 我也把沾满油彩的笔头向墙壁 那为什么 我就看到这段话 觉得很感动的原因 是我觉得林语 她是一个很诚实的诗人 她并不是告诉你 我只想读字一个人 我只想读字一个房间 其实我们可能是渴望着 跟别人一起生活的 共同在一个空间里面 可是即便在这样的空间里面 作为一个写作人 她还是欲望着 可以独自一个房间 那这个房间可能可以是 形而上的房间 那把这个东西收到这个林卫云 这个自己和不是自己的房间里面来看 就格外可以感受到那个部分 就是她这个书名其实很双观 就我觉得她有三种念法 就是自己和不是自己的房间 还有就是呼应那个乌尔福的自己的房间 她也可以是自己的房间和不是自己的房间 那她也是自己和不是自己的房间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书名 那为什么她要引乌尔福的自己的房间 来作为她的书名的一个唱和呢 因为乌尔福说 女人要写作一定要有钱和自己的房间 我不知道老师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 那在这一个叫做自己和不是自己的房间的这本诗集 它是由木马文化出版的 这本诗集里面 林卫云其实彰显了自己母亲的这个角色 并且她是一个新手妈妈 就是可能小孩还很小 然后她刚跟她的波兰先生从波兰 然后他们扮回了台湾 那在台湾要照顾小孩 同时她要翻译 要写作 还要照顾自己是身为女人的这个身份 她把这里面她所感受到的种种 就变成是这个诗集的表现的主题 那可能很多人之前也喜欢林卫云 我们之前在这个选书的节目当中 也介绍过她的其他的散文 比方说我妈妈的寄生虫 异乡人 回家好难 这些散文 就是她都写得很好看 那这个好看 我觉得得利于林卫云她的文字的魅力 就她除了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写作者 就是她的文字很明朗 但是她的思绪很清楚 这样的一个特质的写作者之外 我觉得她还有一个很很棒的魅力 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幽默的写作者 所以你读她的东西 就是虽然她可能是一个蛮沉重的主题 比如说她可能是一个国汉家的主题 可能是一个性别的主题 可能是一个母亲身份的主题 或是一个女性的主题 但是被她写起来 她其实除了在那沉重当中 她都还有那个幽默部分存在 所以你其实会会心一笑 然后哭出来 这样子这种复杂的 复杂的生理反应 所以我觉得是林卫云很有意思的地方 然后林卫云她翻译了一些诗集和小说 比方说她翻译过辛波斯卡的诗选 所以其实像辛波斯卡会使用的一些有趣的技巧 比如说整首诗是用很多很多的对话 制造出一个像戏剧一样的场景 这样的技巧 也是林卫云很喜欢在她的诗里面使用的技巧 那在这个自己和不是自己的房间 这个诗集里面 其实它一共分成四集 第一集叫做女人 然后它是写女性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 和自己作为女性这个角色 然后很有趣的是 也写到她的妈妈 因为她是她妈妈的寄生虫嘛 所以她妈是她生活中很重要的角色 然后是个非常有趣的妈妈 然后她还写了孩子 家庭 还有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好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 这第二本书呢 其实是一本很有趣的诗集 叫做自己和不是自己的房间 我们待会再聊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呢来到我们列车上面的是自由时报的福刊主编 也是我们幸福号列车的选书顾问孙子平 子平今天跟我们聊的是房间啊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本书 叫做自己和不是自己的房间 这是林渭云的作品 由木马文化所出版的 对 那这个书它其实就是分成四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写女人自己 比方说它有一首诗 全部都是写女人经历的各种各样的疼痛 对 然后诗的名字叫女人的肖像 所以身为女人可能是很痛的一个事情 对 那还有就是它第二个主题叫家庭 就写出一个异性恋家庭的柴米油盐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主题是孩子 那孩子这主题很有趣 其实在台湾有一些女诗人 她们也都从孩子这个主题身上 找到一些新的思索和新的视角 比方说林婉瑜和庭慧 她们都成为了母亲 那她们再从自己的小孩身上 也都找到了一个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 这就很像那个林婉瑜的诗里面 写说儿子出生后 我发现我是真的 很有意思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林婉瑜她特别放了一集 是她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意见 过去我们想象中的女诗人 会觉得是闺秀 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可是事实上 现在的女性是不同的 她有她跟这个世界的互动 所以不管是环保的问题 食安的问题 功德心的问题 对脸书的意见 还有她如何看待战争 和社会的议题 她其实都把那个 她对这些事情的意见 都写在她的诗里面 所以她不只有写女性自己的身体 写她所置身的家庭 写她要照顾的小孩 以及小孩所回馈的 她还写她跟这个世界的互动 这就是她的 自己和不是自己的房间 她是一个小字 一张写作桌子 大致整个世界的一个房间 OK 那最后ending我来讲一个 我来念一下她的一首诗 这首诗叫做希望 她是这样写的 疲倦的骆驼望向天空 等待那一根草 掉下来把它压死 最妙的是这一首诗 竟然叫做希望 你就可以明白那种失控的主妇 是多么的辛苦 失控的母亲 这首诗真的完全把这个感觉 给描绘出来了 非常精准 对 没错 好 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本书吗 对 最后一本书 书名看起来跟房间没什么关系 但是写的其实就是一个 房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它应该是很多人很熟悉的 一个日本的作家 叫做春上春树 对 那其实本来我错过这个书 有一天我在书店 赫然看见他 我觉得非常惊喜 就原来春上春树 写了一本绘本 对 他跟他常年合作的画家 安熙水丸 他合作了一本绘本 书的名字叫做毛茸茸 毛茸茸 是由时报所出版的 对 那书名毛茸茸 就一听就可能是跟什么动物有关系 那我觉得他的日文原名更有意思 他的原名 日文叫做飞啊飞啊 那飞啊飞啊是什么意思 就飞啊飞啊 其实就是指一切 蓬松柔软的东西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 更扩张这个异象 就是茅茸茸听起来 就是比较具体 是一个什么 东西是摸起来的感觉 或者是存在的感觉 是茅茸茸 但是飞啊飞啊 你的幸福也可能是 就是蓬幅柔软 柔软的 或是某一些时间 或是某些食物的口感 比方说有一次我去金刚 吃到一个当地的B级美食 它是一种 类似像蒸蛋的东西 但是那个食物也叫 就蛮有意思 它是可以抑制很多不同的触感 好 那在这个福啊福啊 这个书里面呢 春上春树它 其实要写的就是一只 用一个散文的体来写 它对于小时候家里面的 一只老猫的回忆 对 那春上春树是非常厉害的小说家嘛 它怎么来写散文 它当然也出过很多散文集或杂文集 然后 我觉得在这个毛茸茸这个书里面 其实就真的很可以 体会到春上春树 叙述上的某一些魅力 包括它 造词 对于形容方面 它特殊的魅力 包括它对于整个文章安排结构的魅力 就是一开始我们读这个书的时候 其实我们根本不会知道 叙述人称的我 它是活在怎样的时空 它是一个人 它在讲现在的事情吗 还是它是一个人在说什么 就是我们其实都不知道 我们先知道的是 有一个我 它跟一个猫 在一个房间里面 那个猫的毛 被太阳给照过 然后变得非常的柔软 温暖 它就去写那样的一个触感 然后它写猫的肚子 呼噜呼噜的 很像是那个地球刚刚成型的样子 我都不知道可以这样形容猫的肚子 真的你下次感受一下 真的 那就是我觉得那样的画面就很美 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 这是一个生命体跟另外一个生命体之间的互动 那它写出了一个很有趣的 那个 不管是空间里面的温度啊 气味啊 光线 它先写出了这样的东西 然后它才去透露出写作那个叙述者的年龄 那个我 其实是一个小小孩的我 所以那个小小孩的我 它跟那一只猫 它们的体型相仿 语言相近 它们可能就是两个等量或等值的生命体 然后它就在那样子的语言相近跟形状 体型相近当中 它就发现了一种东西叫做猫咪的时间 我觉得这形容好美哦 对 就它是因为这个猫儿存在的某一种时间 它就形容这个 因为猫儿存在的某一种时间 就好像是那个火车时刻表上面不存在的幽灵列车 那到底幽灵列车要带我们去哪里 当然一定就是把我们从现实带往一个想象的空间去 所以在这个猫咪的时间被它给揭露出来之后 接着它才写出了季节 还有它听到的音乐 在那个房间的季节 因为外面开的那个是波斯局 所以它说 想必是秋天 然后它听到父亲传来的钢琴的声音 然后它才去很细部的描写这只猫 这只猫的名字叫断通 那断通是一种中国猫坛的名称 那它这个 从它身体的这个很温暖柔软的触感 所来的一个名称 然后它去写这个猫的重点介绍 就是这个猫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猫 它说你把这个鱼放在桌上 你不叫它吃 它可能也不会自己去吃 它说这猫很难得会这样 它说不只是猫 但是人也很少会这样 就是非常有礼貌的一只猫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猫很特别 这个猫其实是年纪很大很大之后 它才被送来 这个跟这个小孩的家一起生活的 结果这个猫可能不知道 自己被送来别人家里面 当别人的猫了 它又像狗一样的跑回了 原本的主人家里面 而且是需要走一个小时以上 对 我觉得超厉害的 怎么会这样 而且它是被装在箱子里面 用脚踏车运来的 可是它怎么知道 要怎么回去呢 那么多猫都不见了 都走私了 真的 所以可见的猫走私是故意的是吗 它们其实是可以知道的 对 所以这个猫真的非常的聪明 然后它就去写出这样子 那我也很喜欢这个书 它就是这个安息水丸的图 它其实每一张图都画出了 一个猫的局部 然后还有桌上散落着一些 儿童的玩具 对 那整个读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一个绘本 我唯一可以跟子萍分享的 就是在我仔细研读之后 用侦探一般的缜密的思绪 就会可以告诉你 它喜欢的这一只 年纪比较大的母猫 其实是一只三花猫 除此之外 我没有别的可以分享 今天非常谢谢子萍 谢谢老师 来跟我们一块聊聊 关于房间这个主题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小陈埃所演唱的 猫大人喜怒 下礼拜见 拜拜 一只艾艾的猫 有人前几天 几多手都不被狗咬 你看看人家的狗先 被你掩了二百几下 它还伤过你 逗留在医院 看人家的狗咬 他们也被你掩飞了 你自己掩飞成为老师